装货 封箱 贴条码 年前赶工 天天加班 包货包到受发转 今年春节长达九天 许多公司行号忙送礼 婆婆妈妈订年菜跟生鲜食品 出货量多三成 只相一箱箱搬上车 货运公司光是一天就来取货五六趟 年前订单暴增 已是常态 有时遇到自己潦草 或者地址错误 也很头疼 不过最怕的就是交通问题 上市台北市最近莫名大塞车 只要他们得多花一倍时间 我们现在的做法都是提前几天 大概三天左右会停止收单 然后进行配送 我们不可以出货到最后一天 到时候控管会来不及 还有考虑他的交通上的问题 搬完这边还有下一车 一个下午就上百件货 等着送 物流是一天出班三次 有时还得加班才送得完 不过有时候就算出了货 被客户拒收 厂商也只能自行吸收成本 若是碰到货品短少 只能先补货 顾客吃上 农历年步步逼近 宅配货运 绷紧神经敢配送 就怕手脚慢了 没有如期到货 责任难承担 记者杨中盛章若鱼 新北市报道